從前我們聽到的是 美食無國界 今天常常人們會說的是 吃貨走天下 那麼實際上 說的意思其實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對於美味 跟這樣的一種堅持 其實是沒有國界的分別的 那樣的一群人 就會做那樣的一群事 其實最近在香港的 這個美食展上面 我們看到了不少 這樣子的堅持的結果 像是什麼咖啡大賽 像什麼廚藝比拼 甚至是些名師間的交流 於是我們今天 也一次過呈現出來 讓大家一塊大塊朵頤 本屆香港餐飲展上 最為瞩目的 莫過於艾科菲青年廚師大賽的 亞洲區決賽 這個大有來頭的比賽 是由1960年成立的 法國艾科菲國際廚師協會舉辦 今年來自泰國 越南 澳門 和韓國的四位選手 經過出賽和半決賽的激烈競爭 最終站在了決賽的舞台上 這次是7個版本的 我們在亞洲 在亞洲 斯科菲爾寫了一本 在19世紀末開始 他寫了5,000餐廳 這本是一本的 煎餐廳 所有廚師們都要給他們 然後我們選擇一、兩、三個 或三個道具 從我們的 福利 這就是自由的 批評 我意思是 他們做了100年代 今天不是一樣的 因為廚師 是歷史的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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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要有獲勝者 第一天是雞蛋 第二天是雞蛋 今天他們有一個砂糖 和一餐飲料 一餐飲料和一餐飲料 所有的參賽者必須在三小時內 完成一道主菜 豬鯉雞 和一道甜品 蘋果塔 除了烹飪技巧和創意之外 如何有效地分配時間 主食過程中的整潔度 以及對食材的利用程度 也是評審們考核的標準 我们去吃一些食材 不在传统和传统 而保持一些基本的食材 因为现在的鸡肉在餐厂 不是很普通的食材 特别的食材 咖啡是非常基本的 它是只鸡肉,糖,乳酪,乳酪 和少量的腐 然后鸡肉是什么 所有的年轻人 他们真的没有经历的 现在在很多的餐厂 他們使用碗蒜、碗蒜等各種類型的 所以不太熟悉 這種很簡單的家裡煮的菜式 所以我們想要學習的原本 簡單是最好的 簡單是永遠不容易 更簡單的更難 簡單之處見功夫 正如朱里姬一樣 一定要先去除連在肉上的筋和膜 並且順肉紋斜切 此外為了提升口感 保持肉質的又嫩多汁 可以參考來自越南和澳門選手的方式 先用香料腌制豬肉入袋 抽出袋中空氣之後 放入水中慢煮 而製作水果甜品的關鍵 便是要挑好主角 以蘋果塔為例 要挑選一些香味濃厚 且裹肉爽口的蘋果 這樣便可以加強蘋果塔的香味 反之如果選用肉汁帶粉狀的蛇果 烤焗之後便會釋出水分 令塔身變軟 口感自然也變差 因此選手們都選取了來自新西蘭 名為粉紅佳人的蘋果 但是如何做到外層酥脆 內裡香軟 以及甜度和酸度的兩者平衡 參賽者們還要各式啟發 因為我們沒有濃烈的模式 所以我們必須加烤鍋 所以我用蘋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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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蘋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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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年轻人们做的 他们看照片或网站 非常好,他们想做同样的事 但没有味道 首先,它应该是好 因为如果不是好,为什么是好 没有关系 在法式的食材 所有材料的食材 应该有理由在里面 否则是不错 所有食材应该是食材的 我们会说 像这样 煮到你的心 不是你的心 所以我会做的